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上考試比較會考的辦理 要講的第一個叫做氣壓跟風 氣壓李華老師教過我叫做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我一直很不喜歡這個說法 但是每一本書都這樣教我們就要這樣教 為什麼我不喜歡這個說法 當我跟妳講說氣壓是因為重量的時候 妳就會以為她的方向是向哪裡 向下 她實際上是四面八方的 OK 她的單位呢叫做所謂的擺帕 她的擺帕 李華老師有教什麼 每比方公分客重啊 ATM啊 公分水銀柱高啊 那個是李華老師用的單位 氣壓用的單位叫做擺帕 要背一下一大氣壓在1013擺帕 地面上的空氣就在1013上下變化一點點 多一點或者是少一點點 古時候我們用的叫做毫帕 毫帕跟擺帕的大小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一毫帕就是一擺帕 所以我在講義上有一些古老的舊題目 上面都給妳寫毫帕 妳就自動變成擺帕就好了 把它兩個大小是一樣的 大小是一樣的 OK 當然氣壓單位面對空氣柱的重量 一大氣壓1013擺帕 記一下 OK 然後呢 風就會從氣壓高的地方 吹到氣壓低的地方 所以妳問我風從哪裡來 風從氣壓比較高的地方來 兩個點如果氣壓不一樣 就會產生一個推動力 我們稱為氣壓踢度力 現在的課本都用正確的說法說 兩點之間氣壓不同 有氣壓踢度力 舊課本都說氣壓不一樣 所以就流過來了 可是李化老師有告訴過妳 壓力不是力 壓力不是力 壓力是力要處理面積 所以應該是用力 氣壓踢度力 兩個地方氣壓不同 有一個推動力叫做氣壓踢度力 氣壓是樓梯的意思啦 一高一低 所以有一個踢度力 然後讓它從氣壓高至到氣壓低 這種空氣的水平流動 我們稱之為風 垂直的叫做對流 水平的叫做風 那麼風呢 我們會提到風向跟風速 我們現在風速呢 幾乎是沒有交了 風向呢 也只有講很簡單的 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風從哪裡來就叫做哪裡風 風從海上來叫做海風 風從山上來叫做山風 風從南邊來叫做南風 風從西邊來叫做西風 風從哪裡來就叫做哪裡風 哪裡風叫做風向風的來向 風向的分法是分做十六個方位 東西南北還有所謂東北西南西北東南 然後呢還有所謂東北蓋坑偏北 叫做北北東 東北再更東叫做東北東 這個你通常是在聽爆颱風的時候會聽到 我們說颱風中心在什麼什麼什麼地方 正在從西北轉北北西 就是比西北在北一點 從西北轉西北西 就是比西北再更西一點 這樣之類的風向 但這個現在也沒有交了 聽過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風向是用風標 就講圖的左手邊那個圖風標 有人做成一個箭頭 有人做成一個bird 有人做成一架飛機 有人做一個仙人指路 他指向哪一邊就是什麼風 你的箭頭的那個頭指向東邊 就是吹的就是東風 指向的是南邊就是吹的就是南風 飛機的機首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只有一個例外 右邊的圖 步做的風標例外 這個步飄向西邊什麼風 東風 或者是煙 煙飄向東北方 吹的叫做西南風 這個考試有考過 考試考過 為了就是煙吹向哪一邊 煙吹向哪一邊 我吹東北風 煙要飄向西南方 就這樣意思 叫做風向 有風的來向 然後它有風速 風速有平均風速跟正風風速 這個平均值 平均值叫做平均風速 平均叫平均風速 最大值叫做正風風速 那這個美國跟台灣用的標準不一樣 美國跟台灣用的標準不一樣 計算的時間間隔不同 我們也不用理它 反正就是平均值叫做平均風速 最大值叫做正風風速 風速有一個浮浮風級表 國中現在也沒有交 我們只有在交台風的時候 會跟你講什麼 七級風 八級風 那就是所謂的浮浮風級表 所以等於沒有交一樣 你可以帶過去了 就是可以了 叫做所謂的風速 那麼我們把氣壓相同的地方 點連成線 就會出現一個等壓線圖 那壓線圖 通常間隔是400帕 那麼這個可以來幫助我 我們所判斷風向跟風速 風向就是要從氣壓高 吹到氣壓低 風向就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那風速呢 就跟地理上學的等高線一樣 等高線越密集 什麼意思 越陡峭 對 壓線越密集 也是越陡峭 表示相同的間隔 氣壓差就越大 所以推動力就越強 所以風速就會越快 風速就會越快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可以看圖 我們就會曉得 它的那個風速的判斷 風速的快跟慢 所以我們考試的題目 會這樣子考你 我們會畫一個等壓線圖 我們會畫一個等壓線圖 然後呢 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告訴你說 這個是1012百帕 這個是1008百帕 我就問你說 這裡的風向怎麼吹 往那邊 就往右邊吹 你目前只知道往右邊吹 因為要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但是深圳的吹的方向 我等一下才告訴你 目前你只知道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然後跟你標示一個甲 一個椅 一個椅 一個餅 一個釘 問你誰的風速最快 椅的風速最快 為什麼 等壓線最密集 就考這個 所以畫一張圖來考你 風向該怎麼吹 你目前只知道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等一下就要告訴你真正的風速怎麼吹 然後呢 可以判斷誰的風速比較快 等壓線越密集的地方風速就會越快 就是 等壓線 然後考試問你這些問題 好 重點 風向是風的 來向 風從哪裡來 就叫做哪裏風 風標指示的方向就是風的來向 風的例外 淹是例外 淹是例外 等壓線圖畫給你 請你要會判斷風向跟風速 就是我們該學會的事情